小龙女死后 成英路无双嫁给杨过 共生了一个儿子 六个女儿 金庸在原著里明明说 小龙女体内的剧毒 深入五脏六腑 就算有林丹妙药 也无济于事 可小龙女又如何凭借寒谈的白鱼 去除了体内毒素 有趣的还在后面 当36岁的杨过 在谷底寻到小龙女之时 小龙女说了一句 想是好了 然后头也不回的 跟着杨过离开了绝情谷 一个想是好了 充满了无数变数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小龙女明面上是被金庸复活了 但金庸却耍起了小聪明 暗中又将小龙女挟死 于是小龙女跟着杨过 回了古墓没多久 再次遭受了毒性的侵袭 最终死在了杨过的怀中 眼见小龙女死于非命 杨过心头大振之下 又动了自尽之面 可杨过却猛然想起一件事 当年跳崖之时 大难不死 坠入了寒潭之中 随后郭湘也跟着一起跳崖 还拿出一枚许愿金针 让自己再也不可自寻短见 杨过是言出弊形的神雕大侠 倘若让郭湘知道了 不是被他看扁了 杨过想到这里 只能将小龙女放进了石棺之中 每日浑浑噩噩 犹如行尸走肉 数月之后 嘉兴的成英路无双非常想念杨过 二女结伴一同前过水道 来到了古墓内室 见到了轻取憔悴的杨过 得知小龙女的死讯 又见杨过如此消沉 二女索性在古墓住下来 一边照理杨过的生活起居 一边陪杨过说话姐们 成英多年前曾给杨过煮过饭菜 如今触景生情 杨过不由地恍如隔世 不一会儿 成英端来了一些煮好的青菜豆腐 鸡蛋小鱼 虽是稀松平常的家常便饭 却被成英烹饪得甚是鲜美可口 杨过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饭 连声赞美 成英健壮喜上眉梢 明镜的双眼中露出欢喜的光芒 白皙的脸上更是神采意义 另一边的陆无双 一天到晚地喊杨过傻蛋 杨过起初不理 和时间一久 走出了阴霾 左姓与成英 陆无双选了一个良辰吉日 拜堂成亲 数年之后 成英陆无双供给杨过诞下一子六女 儿子杨霸天 这个儿子是成英替杨过所生 取名为杨霸天 杨霸天狂傲不羁 练成了弹指神通和五行八卦之术 甚至就连黄药师留下来的九阴真经 也烂书于胸 杨霸天后来也娶了一个貌美的妻子 诞下一个女儿 她就是以天时代 屡屡就张无济于危难之中的黄山女 这样一来 黄山女出场之时 为何总是传来一阵又一阵的 情骁合奏之声 黄山女为何会九阴白骨爪 八名侍女 为何按阵法分别站立 都能得到一个较好的解释了 第一个女儿 杨晨熙 此女不知为何对佛法情有独钟 后来走出古墓 拜了峨眉派的开山鼻祖 郭湘为师 郭湘见杨晨熙天赋极高 又是杨过之女 于是将掌门之位传给了她 杨思涵 杨思涵 练成了玉女心经 后来成了古墓派的新任掌门人 第三个女儿 杨建平 此女对剑法颇有见解 年纪轻轻就能及百家之长 后来杨建平嫁给了华山派掌门人 以玉女剑法 玄铁剑法为根基 自创了玉女剑十九世 传了一代又一代 最后传到了孝傲时代 岳夫人宁钟 则首领 第四个女儿 杨敬奇 杨敬奇练成了古墓派的御风针 并以此为根基 改良成了另一门武功 换作勉礼藏针 后来杨敬奇 嫁给了恒山派的掌门人 这一招勉礼藏针 也成了恒山派的武功 第五个女儿 杨锦轩 杨锦轩练成了双剑合璧 长大成人之后 嫁给了昆仑派的掌门人 杨锦轩以双剑合璧为根基 并配合四项八卦 再历经了数年 偶心力血的钻研 终于自创了一门正两一剑法 到了一天时代 昆仑派的正两一剑法 传到了何泰冲 班淑贤的手中 在六大门派 围剿光明顶之时 何泰冲夫妇施展的正两一剑法 差点杀了张无忌 幸好周芷若出言提醒 这才让张无忌逃过一劫 第六个女儿 杨月玲 杨月玲是杨过的小女儿 此女破爱拳法掌法 她练成了杨过传授的 黯然销魂掌 后来嫁给了空同派的掌门人 成了掌门夫人后 杨月玲以黯然销魂掌 作为根基自创武学 在历经多年的思考与研究 杨月玲改良了黯然销魂掌 创出了一门拳法 换作弃伤拳 弃伤拳不用像黯然销魂掌那般 需要黯然神伤之情 方能催动 不过弃伤拳却需要施法者 炼成深厚的内力 否则将会伤之五脏六腑 这就是弃伤拳名字的由来